新闻来源 东京新青年 9月眼看着没剩下几天了 也不知道我们那不让人省心的邻居 计划在9月下旬10月上旬的第二次排污入海 到底会不会如约而至 据悉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计划 对排污设备进行再次检查后 会于9月28日正式决定第二次的排放日期 排放量与第一次大致相同 为7788吨 虽然具体的排放时间尚不明确 但首次排污入海后的影响 那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如此不负责任 甚至有点丧心病狂的行为 除了日本国内慈禧彼伏的反对和质疑声外 放眼世界 差不多是全球人民都在忙着抨击 舆论影响自不必多说 这经济上的影响也不算小 要说日本这一波排海骚操作之后 最先破防的是渔民和水产行业的话 紧跟着的第二梯队里应该也少不了 刚刚才从疫情下的行业寒潮中 喘过口气的旅游业 才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开门迎接来自中国的金主爸爸们 结果直接被政府和东电的一个 排污入海打得措手不及 金主爸爸们主打一个一身反骨 你不做人就别怪爸爸们教你做人 坚决不去给世界人民添堵的地方当财神 随着日本入境旅游的稳步恢复 入境的中国游客数量 却远比不上疫情之前 眼看中国的国庆长假在即 往年都会有大批的游客赴日买买买 但今年却有些不一样 前往日本的游客数量似乎在大幅减少 日本媒体发现在中国某大型旅行社的网站主页上 出境热门国家的排行榜正在发生着变化 只见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赫然在榜 英国的人气也在上升 而往年一直榜上有名的日本却不见了踪影 为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日本记者 特意采访了北京的市民 受访者里有人表示自己的第一顺位是泰国 不过也说其实曾经日本也是在选项中的 要是没有放射性物质泄露这件事 还是挺想去日本旅游的 当然也有小姐姐明确称自己再也不会去日本了 不仅不去对日本生产也是敬而远之 小姐姐说自己以前使用的化妆品里很多都是日本的 现在基本都换成了其他可以替代的产品 但要说刚还是下面登场的这位小哥哥刚 面对镜头小哥铿锵有力 不管是从日本排放和污水的角度 还是从爱国的角度 都不可能拿着我们中国人的钱跑到日本去消费 不光是日本游 就连中国境内的日本料理店也受到了波及 在北京的一家日料店 自从日本排放和污水之后 营业额就直线下降 现在也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目前仅靠外卖维持着之前三四成的水准 老板面对镜头表示 和污水排海之后 客人们多多少少对海鲜还是存在一定的顾虑 海外已经是这样了 日本国内感受就更加明显 记者24日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人气景区 湘根挺大涌谷 比起东京 大中国已经秋意渐农 不少外国游客都会来这里欣赏日本之秋 放眼望去道 确实到处是外国游客的身影 根据日本观光局的统计 上月的访日外国游客数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0%以上 比2019年同期增长85.6% But 这其中却很少看见来自中国的游客 据悉 往日中国大陆的游客数量 还不到疫情前的四成 不死心的记者采访了大概十组的游客 愣是没有遇见一组中国人 要知道 在日本游最火的当年 差不多是随机抽个采访 就能听见我们熟悉的中文 不只是著名的景点 当年经常可以看到国人豪客的奢侈品店 如今也是鲜少见到中国游客的身影 店长表示 目前来看中国客人的数量 大概也就是之前的四成左右 随着中国游客的减少 日本的入境旅游消费 正在由其他非中国游客支撑着 对于中国游客量持续下降 眼看着准备抛弃日本的现象 日本网友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部分网友觉得这也挺好的 正好让那些被当年的爆买 冲昏头脑的商家们 可以冷静冷静 从遏制过度旅游的角度来看 中国游客的减少 反而是件好事 特产销售额下降 正好避免了某些企业一直沾沾自喜 陷入到不努力 也能轻松获利的过度妄想之中 能够督促这些企业 时刻保持进取之心 是个好事 也有网友认为 可能对于一直都人手紧张的酒店业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日本酒店业因疫情导致人员流失后 一直面临着人力短缺的问题 所以讲真的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重建团队和培训新人需要大量的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点 旅客减少 可能也是好事 还有网友表示 岸田文雄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导致日本走向衰落 这波自己要占中国 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中国在没有征求日本意见的情况下 直接把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了海里 我们会怎么想 会因为对方声称已经进行了科学的处理 就相信他是安全的吗 但我们的国家就正在这么做 不仅没向外国详细解释 甚至是对国内民众也没有充分说明 就强行推进排海 尽管他们已经向借海渔业相关人士 明确被承诺不会排放 但最终还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排放了 这究竟是谁的错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错误在于引发核电站泄露事故 在于处理后核污水就不应该排海 可以像美国那样进行水泥固化处理 日本不顾各方反对 坚持将核污水排海 如今遭到反噬多少是有点咎由自取 大家因此对日本旅游和日本产品 产生抵触和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小可爱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新闻来源 东京新青年 于2023年9月27日7点12分30秒大字阅读 提示 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9月眼看着没剩下几天了 也不知道 我们那不让人省心的邻居 计划在9月下旬 10月上旬的第二次排污入海 到底会不会如约而至 据悉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计划 对排污设备进行再次检查后 会于9月28日正式决定第二次的排放日期 排放量与第一次大致相同 为7788吨 虽然具体的排放时间尚不明确 但首次排污入海后的影响 那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如此不负责任 甚至有点丧心病狂的行为 除了日本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和质疑声外 放眼世界 差不多是全球人民都在忙着抨击 舆论影响自不必多说 这经济上的影响也不算小 要说日本这一波排海骚操作之后 最先破防的是渔民和水产行业的话 紧跟着的第二梯队里应该也少不了 刚刚才从疫情下的行业寒潮中 喘过口气的旅游业 才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开门迎接来自中国的金主爸爸们 结果直接被政府和东电的一个排污入海 打得措手不及 金主爸爸们主打一个一身反骨 你不做人就别怪爸爸们教你做人 坚决不去给世界人民添堵的地方当财神 随着日本入境旅游的稳步恢复 入境的中国游客数量却远比不上疫情之前 眼看中国的国庆长假在即 往年都会有大批的游客赴日买买买 但今年却有些不一样 前往日本的游客数量似乎在大幅减少 日本媒体发现在中国某大型旅行社的网站主页上 出境热门国家的排行榜正在发生着变化 只见泰国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大利亚赫然在榜 英国的人气也在上升 而往年一直榜上有名的日本却不见了踪影 为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日本记者 特意采访了北京的市民 受访者里有人表示自己的第一顺位是泰国 不过也说其实曾经日本也是在选项中的 要是没有放射性物质泄露这件事 还是挺想去日本旅游的 当然也有小姐姐明确称自己再也不会去日本了 不仅不去对日本生产也是敬而远之 小姐姐说自己以前使用的化妆品里很多都是日本的 现在基本都换成了其他可以替代的产品 但要说刚还是下面登场的这位小哥哥刚 面对镜头小哥铿锵有力 不管是从日本排放和污水的角度 还是从爱国的角度 都不可能拿着我们中国人的钱跑到日本去消费 不光是日本油 就连中国境内的日本料理店也受到了波及 在北京的一家日料店 自从日本排放和污水之后 营业额就直线下降 现在也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目前仅靠外卖维持着之前三四成的水准 老板面对镜头表示 和污水排海之后 客人们多多少少对海鲜还是存在一定的顾虑 海外已经是这样了 日本国内感受就更加明显 记者24日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人气景区 湘根挺大涌谷 比起东京大冲谷已经秋意见农 不少外国游客都会来这里欣赏日本之秋 放眼望去道 确实到处是外国游客的身影 根据日本观光局的统计 上月的访日外国游客数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0%以上 比2019年同期增长85.6% But 这其中却很少看见来自中国的游客 据悉访日中国大陆的游客数量 还不到疫情前的四成 不死心的记者采访了大概十组的游客 愣是没有遇见一组中国人 要知道在日本游最火的当年 差不多是随机抽个采访 就能听见我们熟悉的中文 不只是著名的景点 当年经常可以看到国人豪客的奢侈品店 如今也是鲜少见到中国游客的身影 店长表示 目前来看中国客人的数量 大概也就是之前的四成左右 随着中国游客的减少 日本的入境旅游消费正在由其他非中国游客支撑着 对于中国游客量持续下降 眼看着准备抛弃日本的现象 日本网友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部分网友觉得这也挺好的 正好让那些被当年的爆买冲昏头脑的商家们 可以冷静冷静 从遏制过度旅游的角度来看 中国游客的减少反而是件好事 特产销售额下降 正好避免了某些企业一直沾沾自喜 陷入到不努力也能轻松获利的过度妄想之中 能够督促这些企业时刻保持进取之心 是个好事 也有网友认为 可能对于一直都人手紧张的酒店业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日本酒店夜因疫情导致人员流失后 一直面临着人力短缺的问题 所以讲真的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重建团队和培训新人需要大量的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点 旅客减少可能也是好事 还有网友表示 岸田文雄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导致日本走向衰落 这波自己要占中国 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中国在没有征求日本意见的情况下 直接把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了海里 我们会怎么想 会因为对方声称已经进行了科学的处理 就相信他是安全的吗 但我们的国家就正在这么做 不仅没向外国详细解释 甚至是对国内民众也没有充分说明 就强行推进排海 尽管他们已经向济海渔业相关人士 明确被承诺不会排放 但最终还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排放了 这究竟是谁的错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错误在于引发核电站泄露事故 在于处理后 核污水就不应该排海 可以像美国那样进行水泥固化处理 日本不顾各方反对 坚持江河污水排海 如今遭到反噬多少是有点旧游自取 大家因此对日本旅游和日本产品 产生抵触和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小可爱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呢 我可以没想到 各文化的 謙虚 想让我看 感谢观看